同樣積極正向的選手還有她 澳洲21歲的短跑女將 她的名字叫做Riley Day 她先前在女子200公尺的賽事當中 跑出了22.56秒個人最佳的成績 雖然她最後沒有辦法進入到決賽 不過她這場比賽的出賽費用 你知道是怎麼來的嗎 她自己打工賺來的 現在這個故事也引起了關注 Riley Day說其實因為自己並沒有贊助商 所以比賽的經費她得要自己存 不過如今她的粉絲已經開始紛紛呼籲 她打工的超市可以開始給Riley Day贊助 讓她繼續圓夢 而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很多時候我們在比賽上面 比賽場上我們要展現無畏無懼 但是俄羅斯西伯利亞有一隻貓 她也展現了無畏無懼 當時有一型家人就直接帶著 他們家裡的貓去釣魚 他們還在營地生活 先去小酌一番 結果這個時候就突然出現了一隻黑熊 要靠近牠們 那沒想到在靠近這一型人的同時 牠的寵物貓非但沒有看到黑熊躲起來 反而就站在黑熊的前面一直瞪著牠 而且還把背給攻起來 這個畫面上傳網路 網友就評論說 哇 這貓還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 不過剛剛跟你聊到奧運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這張照片 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 就是2018亞運期間 戴資穎當時在Instagram上面傳的照片 那你看到的照片當中這四個人呢 包含文姿雲 包含李志凱以及郭信淳在內 他們都在亞運奪金 所以當時有人說這張照片根本就是金牌預言照 那時隔三年過去了 四年過去了 這四個選手呢也在東京奧運的賽場上面拿上獎牌 讓很多網友直呼說 這張照片真的已經拍下了台灣最頂尖的運動員們 不過討論到運動員最近在日本職棒導師出了大事 他是中日龍隊的投手名字叫做木下熊記 那上個月呢在練習的時候突然昏迷 結果後來呢發現他的心臟跟腦部都出了問題 最後只能靠呼吸器來維持生命 那根據日本媒體的報導 出事前他接種過疫苗 但是到底是什麼原因致死 目前還要釐清 那同學跟運動賽場有關係 身為奧運游泳比賽場地的東京灣 現在被爆出水質有問題 其實先前呢就有消息傳出說 這個地方的味道跟廁所水沒兩樣 結果沒有想到呢 現在又有中國游泳馬拉松女子組的選手 賽前練習的時候呢直接直擊 遊玩之後一上岸 身上居然有黑色的小蟲爬滿身